引来无数人仰赞 四次最无情的大火将这座宫殿毁于一旦 风雨飘摇六百年 凤凰涅槃烈火再生 命运多舛的太和殿曾经历怎样的磨难与考验 著名历史学家严重年先生将带我们走进太和殿 一起追溯他的重生 敬请收看大故宫第一部第六集 太和大殿 这里是皇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塔位于故宫南北中轴县的显要位置 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到故宫参观 都是为了要一睹他的尊容 这就是太和殿 民间常常称其为金鸾殿 北京故宫里最高最大最美最尊的一座宫殿 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这里从外观设计到殿内陈设 从选材用料到工艺装饰 处处彰显着皇家的权威与尊严 这样一座美轮美奂 巧夺天宫的伟大建筑 总耗是近二十年建成 然而却在它建成后三个月 毁于一场大火 据历史记载 太和殿风雨飘摇六百年 其间经历过四次大火 四次重建 那么这样一座经过精心设计 和巧妙构思的绝世建筑 为什么会屡屡着火呢 凤凰涅槃 力火在身 命运多舛的太和殿 曾经历了怎样的磨难考验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严崇年先生 继续为我们讲述 大故宫第一部 第六集 太和大殿 明清故宫最重要的一个殿 就是太和殿 叫做非壮丽 无以重尊威 具体表现 就是太和殿的特点 所以我讲第一个题目 四大特点 太和殿的建筑 有四大特点 第一建筑最高 第二体量最大 第三装饰最美 第四等级最尊 我先说太和殿 建筑最高 太和殿是明清故宫 所有建筑里面最高的 总高 35.05米 35.05米 大约 相当于 12层楼房 这么高 具体来说 第一 基台最高 太和殿下面 那个台积 是8.13米 接近于 三层楼 这么高 建在这么一个 土字形的高台之上 第二呢 就是明柱 最高 太和殿呢 一共有72根大的 珠色的明柱支撑 其中 最大的是 皇帝宝座周围呢 六根明柱 这六根明柱啊 永乐建的时候 完全是南木的 独根 12.70米 相当于 四层楼那么高 直径 1.06米 大约和两个人 才能抱过来 这么粗 独根啊 皮什么都去了 直上直下 怎么叫金柱呢 它不是黄金座 它是外面包 修金器 把它香一下 画上龙 所以叫金柱 第三呢 是这个龙吻 最高 就是太和殿上面 那个 那个 电脊 脊上的有那个龙吻 这龙吻多高啊 诸位啊 三米四高 我是一米七 相当普通人 两个那么高 多重啊 4.3吨 有13个部件 组成 这是 现存宫殿里面 最大的龙吻 第二特点 是体量 最大 表现在哪呢 一个是开间 皇宫的建筑啊 大一家建筑 是中西 是九个开间 南北近深 是五个开间 这叫做九五之尊 太和殿部 太和殿还高一等 它是 东西 是十一个开间 所以我说 它建筑最大 这是一 第二呢 是太和殿的面积 最大 太和殿的总面积 2237平米 第三 气魄最大 殿前头 是单臂 左 有 同的龟 同的 赫 龟赫 延年 象征 帝王的江山 千年 社稷万年 还有 日轨 和家量 因为中国 是以农业立国 五谷 象征着五谷丰登 日轨 就要算时间 古人很重视时间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讲 那个时间 行剑 讲的时间 气魄还体现在哪 体现在 太和殿前头 那个 庭院式广场 广场的面积 是三万 平方米 这是 已经知道 现存的 世界上 最大的 宫廷 庭院式广场 这是二 第三 装饰最美 表现在哪 一个是 那个藻井 藻井最美 我们去彩和殿 参观看 殿顶的藻井 这藻井 是上原下方 那原的藻井 直径多大 直径六米 掉了上下多高 是1.8米 接近两米 这么高 一个大龙 这么探下来 中间一个 叫 轩辕镜 这是在古典建筑里面 最美的 再一个 就是彩画 太和殿的彩画 叫金龙 和锡 彩画 彩画里面 是等级最高的 第三 就是那个金砖 太和殿 那个金砖 最美 梁池建方 大的金砖 是4718块 在苏州 南京 长州 长熟 等等 这个地区生产 选了优质的 图质 烧的这个金砖 它是油润 光泽 敲之有声 断之无孔 产金砖的地方 现在被列为 国家级的 非国之文化遗产 前一段时间 我一到 故宫太和殿去 看了一下 大家想 这经过几百年了 那个金砖 还是那么光泽 优润 但金砖不是金子做的 因为它做的特别好 特别金贵 就用金砖来形容 我就举这三个例子 一个枣景 一个彩画 一个金砖 我们可以看出 太和殿之美 还有第四 等级最尊 表现在哪 我举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 它为之尊 在哪 是在北京 中轴县上 最核心的地位 就是太和殿 太和殿 那个龙椅 恰恰压在 中轴县上 它为之最尊 第二个表现 就是殿顶 最尊 怎么表现 叫做 重沿 屋殿顶 我把这五个字解释一下 太和殿的殿顶 第一条是重沿 两重沿 老百姓家方言是不可以两重的 它是两重沿 两重沿还有别的 你天安门也两重沿 端门也两重沿 它还有一条 叫做无垫顶 什么叫无垫顶呢 这个垫顶啊 就是一个横极 东西一个房极 这边两条斜极 这边两条斜极 一共是五条极 一条正极 两条斜极 两条斜极 一侧两条斜极 那么它形成的房子呢 我们普通房子是两面坡 对不对 正面两面坡 太和殿房子是四面坡 南面 北面 东面 西面 也都是坡 四面坡 所以俗话叫做四面流水 东西南北四面流水 凡是四面流水的 一个正极两个斜极 都叫做无垫顶 它的无垫顶还是重沿 两重沿的无垫顶 这是在建筑等级最高的 类似这儿呢 故宫里一个是太克殿 一个是天津宫 一个是昆丁宫 一个是奉献殿 一个是黄姬殿 只有这五处 而建筑最高 体量最大 装饰最美 又是充严无垫顶的 只有太和殿一处 所以总体来说呀 太和殿 以它的建筑最高 体量最大 装饰最美 和等级最尊 而成为 中国明清 宫殿 现存的之最 也是我们国家 古代宫殿建筑 艺术精华的 一个集中范例 还有一个 太和殿里的宝座 下面是个座基 上面是个龙椅 那座基 是最尊的 还有一个屏风 龙椅 就是那个金龙宝座 这个龙椅是至尊自高 龙椅 我在这讲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 就是 清朝结束之后 1915年 袁世凯是 复辟 要称帝 称帝呢 他要在哪称呢 要在哪个店 要做龙椅称帝 这 袁世凯究竟他心里有愧 是吧 你有资格坐着龙椅上 他就打鼓 坐着龙椅上 那个薛严镜 早点掉下 正好砸我脑袋 怎么办 他下令换 重新换了一个椅子 高背一个椅子 要挪 把位置要挪 脑袋不能正对的 那个薛严镜 袁世凯还是不行 坐着八十一天 皇帝就死了 被历史所唾弃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人 太和殿的每一处戏剂 无不彰显着 皇权的至高无上 尤其是大殿中央的 皇帝宝座 在基台的宫托下 他才是唯一的主角 目光所及之处 皇权的威严 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谁都想成为宝座的主人 袁世凯也不例外 袁世凯为了保住 自己的皇帝位 就给自己换了一个宝座 而那把真正的龙椅 又到哪里去了呢 那么到了1959年 故宫的朱家镜先生 在故宫仓库里头 看了一把龙椅 对照晚清的那个照片 皇帝坐的龙椅 就是在仓库里 把它找出来 就挪到太阁殿 把袁世凯那个椅子 又搁仓库里头了 我们现在看到 故宫还是当年皇帝坐那个龙椅 但是有一条 是过去故宫开放的时候 人们参观游人 可以到太阁殿里头 小孩还可以到龙椅坐一下 我们那时候 小孩还可以进去 进去和龙椅坐一下 现在才知道 您坐那不是真正的龙椅 坐着袁世凯那个窃国的复辟那个椅子 这当时一个笑话了 好多人年纪大点 我问他们都坐过这龙椅 他们都不知道 以后那是真的龙椅了 那袁世凯坐呢 那是假的龙椅 皇帝为什么要把太阁殿这么高 龙椅坐这么高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那些太阁殿前头 按的那个等级山山的跪的那些大臣 最远的地方 到宝座是180米 皇帝坐上差不多有三层楼那么高 180米以外 你看三层楼那么高 一个小人跟门里看 什么也看不见 那他为什么这样 就是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 至尊至上 但是建筑最高 体量最大 装饰最美 等级最尊的这座大殿 不幸 先后四次回火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 二 四遭火焚 先说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永乐十九年 四月初八 凤天殿 就是太阁殿 遭雷火焚毁 从永乐元年就决定 建这个凤天殿 到永乐十八年年底建成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 永乐皇帝坐在皇宫的凤天殿 就在和点宝座上 向他的臣民向天下宣告 皇宫 紫禁城 建成 举行庆贺大殿 亡武百官 跪着 珊瑚万费 永乐高兴 皇帝也坐了 凤天殿也修好了 但是 诸位 老子说过一话 叫 福西 祸之所福 正永乐地 高兴的时候 福来的时候 福了一只祸 什么意思呢 就是永乐时候 青天见 有一个博士 管时间 那个博士 姓 胡 叫 呼云 这云子很怪 一个大小的大 底下的一个深渊的渊 渊博的渊 这次念云 叫呼云 呼云呢 就给永乐算了一下 算什么 说某年某月某日五十 奉天殿 要造一场大火 某年某月某时 史书给他引会了 就是永乐十九年 四月初八日五十 奉天殿要大火 永乐地一听啊 就甭提多气了 我花了二十年心血 见到奉天殿 你说要大火给我烧了 杀了 一想不能杀他 我要留着他 把他关到监狱里头 到那天检验 没着火 我杀你也不迟 你胡云嘛 胡说八道 夏令就关了 永乐心里是个事啊 熬了正月就熬二月 熬了二月熬三月 三月过去之后 四月是一天一天的熬 熬到四月初八那天 永乐什么事不干呢 就在皇宫等着 就看了正午啊 正午是十二点 午时呢是十一点到一点 到时候看他怎么样 到了正午十二点了 没有火啊 永乐就是又高兴又生气 高兴是火没着啊 生气你这个胡博士 这是胡云呢 正在这时候 给他揍爆了 说这个胡云呢 在狱里头自杀了 胡云一看来到五十五正到十二点的时候啊 正午的时候火还没着啊 他就自杀了 刚揍爆完了之后啊 过了五十三刻就刚过一会儿 奉天大殿呢 雷火给烧了 奉天殿 华盖殿 锦辛殿 就泰河殿 中华保安殿 这大火 化为一片灰烬 永乐想起来 看你那茶 这人已经死了 永乐不用提了 心里多么的懊恼了 也没有心思再盖了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呢 坦克隆一 不就永乐就死了 死了他儿子 红西 在位一年死了 孙子 宣德 在位十年又死了 崇孙子 就是正统的皇帝 我们讲了 土木之变 那个正统皇帝 到正统六年 把这事建了 这是第一次 奉天殿被分 第二次是嘉靖三十六年 1557年 4月13 又是雷火 把奉天殿烧了 接着 华盖殿 锦辛殿 就是泰河殿 中华殿 宝贺殿 三大殿 雷火全烧了 完了就盖 就又盖起来 盖起来 第三次又烧了 第三次是万历 二十五年 1597年 这天6月19 又着了 这个着我查了一下 那天没打雷 没下雨 他是别的 招呼 刮风 引到这 烧了 这时候改名了 原因叫黄吉殿 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 是康熙 18年 1679年 12月初三 这泰河殿又着了 这次我查了 是那个御膳房着了火 风挺大 刮到泰河殿那 泰河殿着了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四次大火 怎么回事 查原因吗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人 紫禁城 是名庸乐地诸地 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建成的 而泰河殿 作为整个紫禁城最大的一座宫殿 是皇家用来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因此它的建造 必然是整个工程的重中之重 一定融入了无数能工巧向的智慧 和心血 也一定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工艺 那么这样一座 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构思的绝世建筑 怎么会屡屡着火呢 第一个原因是木结构 你石头结构没这问题 第二就太高了 你泰河殿35.05米太高了 大雷容易触及 第三 那时候没有比雷针防火的知识 那时候按上比雷针可能情况又没有 第一次救火措施不行 你按那几个大缸那儿 你说它35米 你的缸的水它上不去 但是当时的人他不怎么想 他就分析为什么搞火了 有什么办法解决 嘉靖皇帝 他在第二次修好了的时候 想个主意 想个什么主意 大臣就说 为什么天火老着这个奉天殿 嘉靖说怎么回事 说奉天殿 它不有个殿里有个殿额吗 奉天殿 现在我们看太和殿 太和殿不挂在那 它是奉天殿 这都出在这个扁上了 那怎么回事 您看奉天殿 那奉字把天给压了 天不高兴 我最大 你爸我压着了 那一发脾气 找火 就把这奉天殿找了 过去写文章行文的时候 凡是写到天的时候 都得胎格 凤那天字不能接着写 另起一行 胎高 胎格 天 才可以 你这样在天上 又加个凤子 你没有胎格 但天不搞硬了 谁先又出一个 把扁改成横子 奉天殿 天在中间最大 对不对 我们三十照相 我做中间就最大 又说不行 你奉天殿 天固人在中间 你念的时候 还是奉在前 奉天殿 你还是奉在前 有人又出主意 说有办法 咱们把你天字写大点 往上一点 奉字写小点 往下点 殿字写小点 也往下点 就把天就读中了 它最高了 这主意当然很有意思了 就坐报到家境皇家 家境皇一看 说太不雅观了 他说不雅 说俩字 我们今天说 太不雅观了 你一个扁 一个字大 俩字小 一往上一样 不在一条线上 说不错 后来就说 改名字吧 改什么名字 这些有知识人 就想啊 想上书红蒜天 有一句话 这句话 大家启发灵感了 这句话怎么说呢 这句话说 黄吉 黄剑吉 有吉 还有一句话叫 微黄坐吉 这不都有黄和吉 两字吗 黄吉 就取这俩字 就叫黄吉殿 说这可以 黄吉就可以述写了 黄字最大 黄吉殿 这就同意了 同意了 所以从嘉境开始 奉天殿就改名黄吉殿了 那奉天门呢 也就改成黄吉门了 但是不行 说还有一言 得这个祭祀火神 让火神来保护 说光有火神保护还不行 火着陆 都对水来救他 还在祭祀就水 另外 这个太和殿的那个殿顶上 那个 那个持稳 其中有斗牛啊 还有最边上那个地老石 地石是个猴啊 猴叫什么 他老石叫杭石 据说这个猴啊 还带翅膀 加上斗牛 他们管吗 说他们管这个雷和水 就着火的话 他们可以帮救火来 这样这是一种象征性 说这还不行 还得采取措施 就是搞这个钢 钢 明清皇宫308口 大钢 招火以后好几个救火 这些钢 冬天怎么办啊 冬天底下烧 免得结冰 后来有一些钢呢 这个故宫的钢 现在有的是铜的 有的是铁的 有的是铜镀的 铜镀的 铜镀镀的 主要是清朝的 现在就铜刘金的钢 共有22口 县村18口 有四口呢 陈列在太和殿的前面 那个金刚啊 刘金金啊 那金啊 那就拿刺刀就给刮了 刮走了 谁给刮呢 就是八国联军进故宫的时候 他们给刮走了 结果刚现在 立在那 摆在那 让所有的游人勿忘国耻 这是上面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四遭火坟 坟里后再盖啊 所以我现在讲第三个 第三 四次重建 第一次烧了 经过了二十年 到了征童六年 今年九月 故宫三大殿建成了 嘉靖又着了 就第二次重建 嘉靖四十一年 1562年 九月建成了 嘉靖的时候有一个大臣 这大臣呢 叫刘奎 是江西太和人 这种感受 他要给皇帝上个奏章 替不同的意见 他就想了 皇帝一不高兴 就把我给杀了 他上奏章之前呢 诸位 先让家里头 做好一个棺材 杀了我就装着棺材 棺材做好了 他就把这奏章杀 嘉靖皇帝 你不但不接受建议啊 账 账行 欲 就下监狱 这个人有幸 还没有被打死 后来嘉靖皇帝死了 另外一个皇帝继位呢 就又把他从狱里放出来 就是这个时候啊 真是正直之士 敢于逆林 逆那个龙林 逆着 敢于逆林 虽然遭到杖则 遭到牢狱之灾 甚至于我做好棺材 此度不好 嘉靖 先生完了 到万里又烧了 万里完了以后 就是太昌 天启 天启 一座皇帝就开始建 一直建到天启七年 三大殿 才建成 第一次次呢 就是康熙了 康熙十八年 着火之后 一直到康熙的三十四年 1695年二月 这个太和殿 又建成了 太和殿 康熙这次 重建啊 有故事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重建太和殿 找木头是最难的事情 明庸乐起天 为了寻找支撑殿顶的 七十二根巨柱 所有的木料 花费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 从四川湖广等地的 群山峻岭之中 采集珍稀的树种南木 然后再依靠天然的河流 和修好的运河 将这些巨大的木料 输送到北京 各种艰辛 可想而知 而从明庸乐到清康熙 这中间已跨越近三百年的时间 由于历代砍伐利用 致使南木资源 尽于枯竭 因此想要再找到南木 难于上青天 但是 谁也不敢抗治护尊 那么这些被康熙皇帝 派去找南木的官员 该怎么办 我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官叫江稿 江稿是安徽同城人 这时候康熙要修三大殿 修三大殿就要找南木 七十二根 太和殿的名著 南木独根的 最高的是十二米七 直径一米零六 两个人都抱过来 是这么担不得 就下令官员找 江稿就接受这个任务之后 就想那个办法 他就带着官 找一个当地的老乡 带路 当地老乡他会爬山 就爬山 派悬崖抖壁 马也不能起了 走着 走着往前走 这又困难了 又困难了 侧儿侧走 下面是悬崖抖壁 底下是滔滔了江水 现在都看到一个南木 长得非常好 你没法罚 那人都站着站不住 怎么罚 跟朝廷官说 这个树怎么砍 这官员一看说 算了 算了 就回来了 回来 这个官员给看 好人的报告 说这个树是发现 实在没法砍 所以就算了吧 所以这个江稿这本 比较聪明 在这事不做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官员叫王志 是山东富山人 现在属于延台市 他在哪呢 他在四川做官 他知道 熟道之南 南云上青天 这个南木是没法办的 他给康熙写了一个报告 跟康熙说 大概意思是这样 说什么呢 说四川这个地 地少 就是成都附近 有一块平原 剩下都是山地 那这个树呢 好树啊 都是长在山里头 又粗又直呢 大树早都被人砍了 明朝啊 修皇宫都砍了 之所以没砍 还能留着一定的地儿 是很特殊很特殊了 那个地方 不要说麻呀 那人都过不去呀 他才能存在呀 说皇上啊 说现在全四川神啊 全四川神 有多少丁呢 四川前神啊 有一万八千多丁 把这一万八千多 他要种地呀 还要给政府纳税呀 没有几个人能争发来砍这树啊 这事请皇上您 是吧 还慎重考虑 康熙想想也有道理 康熙人还年轻时 还相对开明点 说下令不用南木了 用什么呢 用松木 东北那松木 松木又找到 是松木没有那么高的 十二米高啊 一整根啊 看一看可以接起来嘛 几根 几根接起来 接成十二米高 没那么粗啊 它有多粗算多粗 外面怎么包 一层外面包起来 包到规定的那个粗细 近期把它涂上 外面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还照样的威严壮丽啊 大臣们也都接受了 接受了吗 这么来修这个太和殿 这里面还有问题来 就太和殿在康熙以后 没有粉 三大殿没有再粉过 用说为什么呢 那个龙纹还是那么大呀 还是三米四高 还是那么大呀 怎么回事啊 后来研究发现一个窍门 发现什么呢 就是那个 那个大的龙纹呢 是用铁链子刷着的 铁链子呢 起一个避雷阵的作用 现在学着就研究了 是当年修太和殿的时候 是有意地搁着它避雷啊 还是无意地把它固定那个龙纹 怕它移动了 康熙发生了大地震呢 康熙十八年大地震呢 就城墙都塌了一块 是没历史也没有记载 它当时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 不管怎么着 客观起个作用 起个避雷阵的作用 所以康熙之后 太和殿 中文学保险等等 都没有被雷火击分 是由这个避雷 这个铁链子避雷的作用 今天我们当然有这个科学知识了 现在故宫的三大殿 重要建筑都安装了 今天我们讲了 太和殿 四个特点 四遭火坟 四次重建 下一讲 我们就接着讲太和殿 谢谢大家 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高 最大的宫廷大殿 历经四回四线 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建筑 作为明清良代政治性 标志性 礼仪性的宫殿 太和殿是居兴国家 重要大殿的地方 此外 像皇帝登旗 大公 亲征 这样重要的典礼 也要在太和殿举行 可是谁能想到 明清良朝的二十八位皇帝中 有很多压根就没有在这里 居兴皇帝登旗 大公 亲征 这种大殿 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 怎样的曲折变故 太和大殿 是如何影响和改变 明清王朝命运的 敬请关注 大故宫第一步 第七集 太和大殿